看到小饭饭想要加入老保 结果老被退件 让摊伤气炸了 早上台北县小饭业工会 就到了县议会 透过议员来诚勤抗议说 老保局怎么故意刁难 以前可以投保的摊犯 现在都不行了 几个月来呢 不但是抽查量暴增了十倍 还有被退了十几件 让摊犯们觉得很没有保障 要求老保局给他们一个交代 老保局 摆犯调喊 老保局 还我全力 高举双手大声抗议 摊伤工会找来议员陈晴 痛批老保局刁难小摊犯 要加入老保越来越难办 就是被开水烫到了 或是有时候瓦斯不小心 没有关的话 爆炸意外的事情也是会 偶尔也是会发生 所以也是需要保险 对啊对啊需要 虽然是摊犯每天工作就在这里 但没有老保还是让摊伤心里毛毛的 就怕哪天发生意外 台北县小饭工会每年有500人入会 加入老保 过去老保局抽查投保资格 每年大约10件 但这几个月来却爆增 每个月被抽查10件 两三个月来已经有十多名的摊伤 保不到老保 从去年12月1月到现在 我们送了二三十件 那也被退了将近十几件左右 那这不是量的问题 这是这些合不合理的问题 工会表示被推荐的理由 有店面的 有加工处理的 有做包装动作的 通通不行过去却都可以 投保限制 着势金飞 老保局恐怕要有更充分的理由 才能让摊伤福气 昨天喜欢陈佳米赖热智 特别报道